最近给自己放了一个小长假 这一个礼拜没有上视频了 上个星期五是Good Friday 所以星期四我老公一下班 我们两个人就快马加鞭的 往芝加哥赶 女儿家请了一个阿姨 那个Good Friday是那个阿姨的Holiday 所以她就不上班 那我们就去帮一下 因为你去上班很忙 女儿一个人对付两个人 确实是比较困难 那我们也很思念 两个小的 那去上次去女儿家 已经三个礼拜了 我们老两口两个人 讲的最多的话题 就是这个小外孙小外孙女 两个好可爱的孩子 每次我们去 还有我们离开的时候 他都会紧紧地抱着我们 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拥抱 他紧紧抱着我 他会跟我讲Grandma I miss you 他每次这样讲的时候 我眼泪都快出来了 我真的是好爱这两个小的 那小外孙再过几个月就三岁了 我昨天在网上 给他买了一个很好的自行车 我到他家去 每次都要问他一句 姥姥的质问怎么说 他是这样说的 很好笑 虽然我们在女儿家的时候 比较辛苦比较累 但是回到自己家的话 会非常的思念 两个小的 女儿这点做得很好 基本上每天都有视频和照片发过来 我每天睡觉前 最后的一件事就是 看他们的视频和照片 但每天早上起来的第一件事 眼睛还没睁开 先把这个老花镜带到 也看他们的视频和照片 就是他们两个人已经融到我的心里面去了 很奇怪很奇怪 我以前从来没这个感觉 以前带女儿的水带的很辛苦 那个时候最想的就是 巴不得哪个把女儿带走几天 让我好好的休息几天 那现在就是祖母和小孩的这个情 真是我的一个新的体验 我不知道别人会不会是这样的 每次回来没过几天 就问先生什么时候再去 我老公总是跟我讲 我们不能轻易地叫人家家去 他们要是如果需要我们 他们会邀请我们的 我觉得老公讲的也有道理 但是我就是 就是一种 心里面就是那种忍不住 就是想去看 可能有人会说 你不是每天都有视频和照片吗 看视频和照片 跟把小的抱在手上 那种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那个小外孙女好可爱好可爱 我在他们家的时候 我是经常就是抱着手上 有一天就准备离开他家的时候 我就给那个阿姨抱 阿姨抱过来 就把那个小的就往那个椅子上面一塞 我一看他塞的那个地方去 我一把他抱过来 我想我再抱一下 我就看到那个阿姨把小孩 往椅子上面一放 我心里就受不了 有的人讲的 哎呀我们带小孩 就是把小孩躺在那个地方 让他自己玩 我做不到 我看到小孩一个人躺在那个地方 我会心疼 就是一个这样的情感 不知道别的这个姥姥 或者是爷爷奶奶 是不是也是跟我一样的 我想想看人跟人都不一样 不一定有的人会这样的 很多人是在美国都不带的 我在这里想这个问题 要是如果我生的是一个儿子 如果我不是女儿 是儿子的话 那么我儿子的生的小孩 我会不会也这么亲 我就想到可能不一定 因为在很多程度上 我对他们这么亲 我是想减轻我女儿的负担 因为我也爱我的女儿 我女儿就是我的唯一的小孩 对不对 所以我也想到可能不会有这么亲 但是我不敢确定 这个只是我这样想 对吧 每个人想法都不一样 那我想想看女儿妈 对吧 两次坐月子 我在身边帮她 那有没有讲 婆婆去帮忙 照顾这个月子的呢 肯定也有不少婆婆去帮的 但是婆婆去帮小孩 她很多的都是从 从baby的那个方面考虑的 我是从我的女儿那边考虑的 我想想看 做婆婆的不一定会为媳妇讲那么多 这是我的个人的想法 不知道有没有偏见 如果有偏见的话 你告诉我 真是人是很奇怪的动物 我很爱我的女儿 但是我对我的女儿 跟对我的外孙外孙女 是完全不同的感情 打个比方说 女儿小时候的时候 她不听话 我会打她的屁股 有一次外孙犯的错误 面壁吃过 就是站在墙根底下 这个就是告诉她 你做事做错了 你必须接受惩罚 站在墙角上面 我心里也受不了 我就是听不得她哭 她叫 这个真是一种 完全不同的体验 我不在那边的时候 我处于一种 无比思念的这种煎熬之中 是有点煎熬 我就是很想他们 这个时候我想到了什么 第一点 我要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尽量的活得健康长寿一点 所以我可以看他们 结婚生孩子 这是一种理想 理想能不能实现 不知道 第二点 我的理想就是说 我要跟我的小孩 搬近一点去住 因为每一次 我想他们的时候 开车 单程要开两个半小时的车 再来来回回的话 老公每周 礼拜一到礼拜五 都要上班的 所以礼拜天的话 我也希望她能休息一下 对吧 都是老年人了 经常让开车的话 人也很累 搬过去也不是讲 搬到女儿家去 虽然她跟我讲 他们家地方大 我可以坐得下 但是我觉得 还是搬到他们附近 哪个地方去找个房子住 这样的 那我们这边呢 因为我们在威斯康星 也没有亲戚 朋友现在也慢慢慢慢地 搬得越来越远了 我们决定了 还是要搬家 以前我讲过一个视频 就是一碗汤的距离 从别人的经验来看 有的时候住进的 并不是一件什么好事 对我们来说 但是怎么样掌握这个度的问题 我们怎么样去规范我们之间的距离 那我自己也要有自己的生活 对不对 照看小孩是一方面 但是我要自己要锻炼身体 学英语 做视频 还有自己做自己的兴趣爱好 这个也不能丢 对吧 不能把我的重心 完全地移到小外孙 小外孙女上面 那么搬进一点 好处就是 要有他们有什么事的话 我们马上就可以出现 那么我们也可以测得快 看到那边的那个房子的市场 似乎买到一个理想的房子 也不是那么容易的 走一步看一步 反正我们还有时间 要是如果有什么新的变化的话 我也会在上面来说一声 今天既然讲到了这个 小外孙外孙女的事 我就要讲讲 中美之间 就是这个文化的 教育小孩上面有什么不同 我们教育小孩的时候 那小孩子就是听我们的 我们就是给他规划好了一切 尤其是小孩很小的时候 他自己是没有什么选择的 就是我叫你吃 你就得吃 对不对 那我们大人吃饭 那另外给小孩加肉饼 加蛋 什么东西 都是我们给他的 从来不会问小孩 你要不要这个 那我到你要家过了这么久 去了这么多次了 也看到这么多了 他们家教育小孩 就是首先问小孩要不要 那每天早上起来 我就要问他 你要早上早饭要吃什么东西 他会讲 我早上想吃什么东西 我的这个外孙 从一岁开始 他就自己吃饭 那我就跟我的女儿讲 万一他没有吃饱 他没有吃饱 他既然不吃了 就说明他吃饱了 就是这样的一句话 对于我来讲 我就觉得父母亲不负责任 但是事实上也确实是这样的 就是他饿了 他会自己吃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还有每天穿的衣服 要是如果拿一件 他不想穿的衣服 他会告诉我 我今天不想穿这件衣服 小外孙是2020年出生的 那个时候 这个疫情开始不久 对吧 出生了以后是 一直在家里待 从今年秋天开始 他要上一个 正规的这个幼儿园了 上幼儿园 他们父母亲 为他选幼儿园 也是费尽了老金 哪个幼儿园比较好 每个幼儿园都带他去参观 由他自己选 他真是选了一个很好的幼儿园 让这么小的小孩选择自己要的东西 这是不是也是很普遍的一个现象呢 我也不知道 为此我还专门跟我女儿讨论过这个问题 他说他的朋友中间基本上都是这样的 我想想看这可能是文化的不同 那我们也要接受这种文化的不同 是吧 要不然生活就有矛盾 以前讲的是 女儿有自己的生活 我们有自己的生活 不打扰她就对了 但是我们对小孩的这种思念 对那个孙辈的这种思念之情 有的时候是为了满足我们自己 并不是讲要满足自己的小孩 其实我想想看 我对他们的奉献 我甚至不需要半点回报 我老公讲定 你有没有这样的思想准备 你有没有回报 我讲我不要回报 我讲我就想看到他们两个小的 等我老了 哪天走不动的路的话 我会到一个养老公寓去 今天主要是跟大家讲一讲 我的这种全新的感情 一种从来没有经历的感情 这可能就是爷爷奶奶的幸福之一 好了 谢谢大家